我們早了來可以現在偷看整個月光燒的樣子 OMG 有沒有見過這麼舊的自動販賣機 在歐洲還有一間在左近的不是麥當勞 大家好 我是李倫 今天我會由瑞士走過去德國吃飯 為什麼要為了這頓飯走去德國呢? 當然是因為這間餐廳有什麼特別的 有什麼特別呢?我們稍後再說 我們馬上出發 謝謝 我們今天去的這間餐廳 是一個叫做英格美麗的地方 其實我都不知道在哪裡 而且這個地方應該你沒有車的話 都來不了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住在歐洲或者自駕遊的話 那都沒有辦法了 我們現在就過去德國了 昨天下雨的天氣真的很好 洗車走這條 我們還有兩分鐘就要過德國的邊境了 這裏有可能會被人檢查身份證好一點 不過都是隨機抽的 麥當勞 總有一間在左近 一過了邊境之後 就立即變得很龍村的感覺 這裏 看見地感這麼空曠 就有一種去度假的感覺 終於都去到一些像有人的地方了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好了 我們二十分鐘之後 就已經來到這間餐廳 暫時都好像沒有人 好了 那不買關子了 今天這間餐廳 有一隻原隻魚豬 原隻野豬的BBQ 自助餐 我們這麼早來 都是希望可以看到整隻魚豬的人 的樣子 我們現在早了來 就看看餐廳和附近的環境 我們最後六點回來 我們今天八月十五號 就有這個野豬燒烤的Buffet 六點開始 他們有什麼活動都會寫在這裏 我們早了來 可以現在偷看整隻魚豬燒的樣子 有兩隻已經在燒 都真的幾大隻 這裏就是鑽頭Buffet 舉辦的地方 天氣好 每個人都想坐外面 六、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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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今晚應該有個大家庭在這裏 早來可以看一下這間餐廳的背面 原來現在仍然是馬場 我問這輛車的中文怎麼說 霧龍的車 仍有那些舊式歐洲風景 好 你好 乖 你不要看這間餐廳 好像很大一間 其實這間都是家庭式的餐廳 主廚就是他們的爸爸 然後媽媽管外面的樓面 他們兩個女兒都在家裡工作幫忙 然後他們晚上就是睡在上面 所以一棟東西 就已經是家庭和工作的地方 這裏方圓十里都是露田 附近一架巴士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沒有車的話 我相信你在這裏應該是生存的 那些Hunting around here 我們今天吃的這隻野豬 其實就是在這個山那裏打回來 這裏打完就直接搬到餐廳吃飯 那我們現在再上去看看 這棵核桃樹 你看那裏結了兩個果 秋天就會掉顆核桃下來 好熱啊 來到這裏有些像是住宅區的地方 又多了一些樓 我們進到這個住宅區這邊 立刻被人問候了 不是被人罵那隻問候 是真的問候你那隻問候 因為這區太小了 他們看到陌生人 就一來好奇 不知道你來做什麼 二來他們都真的因為小鎮 他們會想認識所有這邊的人 所以他們看到陌生人 都會打招呼 終於看到一個巴士站這麼大把 I'm curious of the schedule 他們平日 一天有六班 然後呢 星期六日的話 就只有四班車而已 所以如果你miss了班車的話 你都不用外出的 我想 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很舒服了 地方又大又乾淨 空氣又好 但是問問問那句 讓你在這裏住 又不需要呢 在歐洲 總有一間在左近的 麥麥當勞 而是教堂 天啊 Oh my god 有沒有見過這麼舊的自動販賣機啊 這個香後膠一粒 一毫子 然後這裡有玩具 這個兩毫子 這個五毫子 你真的想買什麼 真的嗎 好 好 我們就試一下吧 你真實 好 好 好 忘了 最後什麼都沒有 被機吃了五毫子 其實這次也是我第一次拍vlog的形式 去拍片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希望你給個like我 那我就可能會拍多一點了 希望不會尷尬到最後出不了 其實 好啦 我們回來了 他們都要出來休息 可以啊 Hello Hello 老闆和老闆娘都在這裡了 Obsi Selberge Shorsenhat 那右邊大這隻呢 是老闆自己捉回來的 要登記回來 現在疫情期間 要登記回來 要登記回來 我們出去之前 打回口罩 我們出去之前 打回口罩 我們看看這個puffet有什麼東西吃 這裡有焗薯 這個叫Sperzi 還有紅菜頭 還有這個蘑菇忌廉汁 這是Buy Lager 這個梨呢 都是他們的配菜之一來的 不是甜品來的 野豬的肉味呢 真的濃過一般豬很多 這個豬皮位呢 真的超好吃 外面燒到超脆 裡面還是很嫩 配上這個紫椰菜吃 就沒有那麼濃的 德國人做薯仔果然有一套 好吃 不說都不知道 原來歐洲已經配了和牛種 他們平日的餐牌呢 有和牛吃的 而他們的和牛呢 不是入口的 而是直接在這裡養的 那第二碟呢 我就拿了這個 豬腿肉了 那這個位呢 就多肉很多了 嗯 這個位有點鹹 還有野豬那陣味呢 都濃很多 我 我就慢慢給這個位了 我覺得剛才脆皮那個位 會吃很多 歐洲人的餐場禮 不喝都要放一點點在這裡 在歐洲呢 很多人都喜歡帶狗出來吃飯 但是我不明白 他帶他們出來的意思是什麼 我一來到都沒得吃的 嗯 好吃 吃到一半休息一下 出來看看那些車子 你猜一下這裡有多少輛是德國車 多少輛是瑞士車 我們在這裡數一下 一輛是德國的 這輛也是德國的 這輛也是德國的 這輛是法國車 法國人都走過來吃 這輛是瑞士車 德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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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有一輛瑞士車 這輛也是瑞士車 然後這邊四輛都是德國的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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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輛也是瑞士 這輛也是瑞士 這輛 咦 在這裡 這輛也是瑞士 德國 和瑞士車 看上去來這裡吃飯的人 都是一半一半 一半瑞士人 一半德國人 那吃完飯呢 就喝杯咖啡燒仔了 你拿到這裡嗎 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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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你對這種Vlog原式的影片 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希望你可以訂閱 讚好 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Germans Yanred 魅力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